我們今次講到在言語和表達方式上祝福人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無論是日常生活 或者是輔導 我們都是需要 我們的言語的內容和表達方式 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有時同樣人可以說同樣東西 但可以產生不同的問題出來 首先我們想跟人有好的關係 溝通好 首先是有這個連率和感受人痛苦的心 因為有些人都跟我說 有些人我們看到都會很關心他們 他就說到因為我們有這個連率的心 所以心裡面就願意調教 願意說話的時候都會調教他 適應他、幫助他 所以這個首先就是連率 今天我們經文不講太多 因為我待會是會做實習的 不是做操練的 而這裏講到經文很重要 就是我喜愛連率 不喜愛祭祀 即是我們都連率那些人 而我們對人的言語和態度 首先是有心態先的 善人從他心裡所傳的善入發出善來 即是他心裡很看重人 自然就會很想說話和溝通 和他都會更加好 如果他心裡看少某些人 就會比較容易發脾氣 比較容易發脾氣 用一些傷害性的說話去批評他 對於常見的人 即是見慣的人 是很容易會有負面心態和負面言語的行為 即是很容易會有這些行為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 就是知道越親近的人 我們越可能產生不同的問題 而注目在人的問題 注目在人的問題 就像這個 這個其實是一個 製作出來的圖畫 好像一隻貓 其實就是一個人的樣子 就整了一個貓眼 下面就是人的 上面就是貓眼來的 那麼就注目在人 他不夠好 他什麼不好 什麼 這樣的時候 就很容易會有批評的心態 或者輕看他 即是覺得這個人沒有什麼重要性 就看少他 或者是批判性 即是覺得他不夠好 這個人不熟靈 甚至在教會裡面都會有這種情況 就是覺得他不夠熟靈 或者比較人 你看人家多厲害 那個人做得多好 那個人 你看看他 讀書得這麼厲害 你讀書也讀不到 或者你看看那個人 事奉得多好 即這些都是可以影響我們 當我們看比較人的時候 或者是 即我們的內心 不知不覺就影響了我們的態度 即不知不覺 這個內心的不開心 煩惱 這個左手邊就是憂傷 負面 即是他憂傷 他自然的說話就會出憂傷 他的完美主意 他就很容易出 對人的批判性 而首先耶穌看重人 耶穌是不會輕看小者小子裡一個 他說你不可以輕看小子裡一個 因為他的使者常見我天父的面 耶穌不會小看小人 但是人有時就會小看小些人 而神接立任何程度的人 即是說人 譬如說他是愚絕的 他是軟弱的 神都接下去他的 即是神是可以輕起他的 神有這種能力 他不會計較這個人有多弱 有多不太好 而這個建立人的心態 就會怎樣呢 即是經常都會親近神 有主柔和的謙卑的心 即是心裏面 然後呢 就會體諒人有罪和不原理 這也是很多人不喜歡人的原因 就是 為何他會這樣說話 為何他會這樣態度 為何他這樣對我 其實就是接受不到人的罪性 人就是充滿罪性的 即是當我們接受到的時候 我們見到就不會覺得很奇怪 那你也都深信祝福人是自己的福氣 即是祝福他對我有福的 有神的耐性慢慢一步一步提升人 還有這個令人舒服和開心的心態 這個心態呢 聖經是很明顯有說到的 我們一起讀這兩個經文 針言二十三章二十五節 你要使父母歡喜使生你的快樂 然後肥利門書一章七節 兄弟們 我為你的愛心大有快樂 大得安慰 因眾聖徒的心從你得了唱快 那這個講到呢 就是你要使你的父母歡喜使生你的快樂 即是令到他開心快樂 不僅僅是相處 不僅僅是孝順 是令他開心 有些人說 我給他飯吃 我給他家住 但聖經說 不僅僅是給他吃 給他住 而是令他開心 而這個下面呢 肥利門書就講到 因眾聖徒的心 首先 保羅 因為肥利門 我為你的愛心大有快樂 我就快樂了 大得安慰 和眾聖徒的心 和你也得了唱快 即是他的行為 令到人開心唱快 那這個心呢 我自己覺得 在某些基督徒來說 是沒有這種觀念的 那是什麼意思呢 他的觀念就是 我要幫他更加愛主 我要幫他釋放神 我要幫他聽話 我要幫他傳呼 那些 所以他有什麼 我就去提醒他 我去告訴他 他沒有做什麼 而是沒有想到 我怎樣令他開心一點 即是說什麼說話 令他開心一點 因為有時候 有些基督徒的心中 沒有這個觀念 我所令到周圍的人開心 你可不可以用一個表情 對隔壁的人 對隔壁的人 或者說 一表達這個方式 就是說 我都想你開心的 我想你開心的 即是 即是我們相處的時候 我們可以欣賞人 喜歡人 感激人 這樣的時候 會令到人開心 即是基督徒的群體 其實 有些人就覺得 基督徒最重要是 要聽話 聽話 要遵容神 要屬靈 但是呢 我們看到天堂是怎樣的呢 天堂呢 可以盡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即是天堂是快樂的 所以 在神的同在 不只是聽話 亦都是開心快樂的 所以我們就求主幫我們這個心態 我想令到周圍的人開心一點 而今天的重點就說到言語了 就是我們的言語 很多時候能夠一個口 有時說 重詐說話 但有時又會說就座的話 就是我們的口 到底說的話是怎樣的呢 有時我們會指責 指責 指責是應該有的 但是問題就是 那個人 譬如他在努力 他在嘗試 他也是在愛主的 不過他會做得不夠好 有時我們說 你做得不夠好 也會有指責 那就是看看 我們到底是用什麼的心態 就是我們的心態 是否想這個人 令到他 只是改變他 還是想他開心 同時我們都可以改變他 因為令他開心 也可以改變他 但如果純粹是 只是想人改變的時候 有時可能是會有壓力的 而常見負面的說話 就有些 例如說 那些菜太鹹了 煮得不好 都是你錯了 為何你這麼慢呢 你很論盡 為何你這麼蠢 不要搞我 這些都是 其實很多人 就會很隨意出口 那我 那我在 有時我們 你這麼慢 你快點 快點 或者說 你不熟靈 你不愛主 就很隨意出口 他說 那他的確是這樣 那我就告訴他 但是其實那個效果 可能是相反的 不單止幫不了 而那個效果 就是那個關係更加差的 還有人有時錯誤 就覺得以辱罵還辱罵 就是他罵我 我就罵他 他對我不好 我就對他不好 那 那 首先 神對人 軟弱的人 是講鼓勵的說話的 我們一起讀一下 六家五章八節 西門彼得盼見 就虎目在耶穌室前說 主要離開我 我是個罪人 耶穌對西門說 不要怕 從今以後 你要得人 就是 彼得覺得自己不得 他就說 我是個罪人 那麼 耶穌就沒有說 是啊 你是很多罪 就是耶穌不是這樣 加重一點 耶穌就說 不用怕 從今以後 你要得人 那時候 他就說 怎麼搞錯 我現在還有罪人 我現在還有很多問題 其實我們罪人 這個觀念 我們現在都是罪人的 不過我們管理我們的罪性情 以至他不讓他影響我們 即是我們仍然是罪人 即是 彼得是一個罪人 但是耶穌並不是說 你沒有用啊 你做不到啊 但是耶穌的觀念 即是給他的感覺 就是我看重你的 不用怕 不用怕 從今以後 他覺得他是罪人 不用怕 不用怕 你是罪人 就是我見慣的了 耶穌這句說話 希望大家 即是這個耶穌給我的說話 就是有時候人覺得 哎呀我很多罪 耶穌說我見慣的 所以就不要覺得有罪 就是我沒有希望 好了 然後路加二十二章三十二節 但我已經為你祈求 叫你不至於失了信心 你回頭以後 要堅固你的弟兄 然後呢 耶穌對撒該說的說話 路加十九章五節 耶穌盜了那裡 抬頭一汗 對他說 撒該快下來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裡 那這裡呢 都是講到 就是耶穌 彼得要否認耶穌三次 但是耶穌是 用的說話是非常好的 即是他真的 心裡面就是猶和 我心裡 我已經為你祈求了 叫你不至於失了信心 你回頭之後 你就堅固你的弟兄 即是耶穌永遠被人盼望 雖然耶穌有指責 但是耶穌指責是什麼人呢 就是那些不悔改的人 即是那些悔改的人 神就不會繼續去指責他的 那些不悔改 他不知罪的 耶穌才是指責的 所以我們都 但是人的社會就不是 在教會裡面都有事 那些人他做得不夠好 有時候他一次做得不好 然後又可能被人指責 而耶穌和薩蓋 薩蓋其實是 真的 因為他只是想看一看耶穌 但是耶穌就說 薩蓋快點下來 今天我和你一起住了 即是即是 即是立刻那個表達 是很接納他的 然後耶穌對於十二年血流的婦人 馬太九章二十二節 耶穌轉過來 看見他就說 一起來就說 女兒放心你的信救了你 這個說話又很親切 女兒放心你的信救了你 即是耶穌口出都是很親切 很關心的說話 雖然耶穌有指責 譬如他有指責門徒小信 但是他跟著就說 你有信心還有一顆戒菜種 你能夠移山 你能夠做偉大的事 譬如信我的人 要做彼此更大的事 所以耶穌是時時被人盼望 希望我們的心 都是說 我想被人盼望 我時時被人看到 是有希望的 就不是說我要刺爆他 我要讓他覺得他不夠好 其實他覺得不夠好 只有結果是更加差的 所以我們就要小心我們的說話 就算主對眾人 罪人說鼓勵的話 就是對耶路撒拉 因為他們拒絕耶穌 馬太二十三章三十七節 耶路撒拉啊耶路撒拉 你嘗殺害先知有石頭打死了 他就說奉差遣到你這類內的人 我多次願意招聚你的 聚集你的兒女 保障沒有雞把小雞 聚集在翅膀底下 指示你們不願意 那就是說呢 耶穌想招聚神 其實他用了一個我字 在舊約的時候 其實招聚那個是誰呢 是神 所以耶穌的身份 他是神的身份 因為耶穌來到世界上的時候 他並不是 就是說 他講到這個多次招聚集 就是說神一向做這個作為 所以就不是講到耶穌在世上的日子 是講到神 就是他不聽話 但是神多次招聚 招聚好像母雞招聚小雞 那樣 就是母雞看到小雞是會關心他的 是會想他快點回來的 這個就是神對罪人都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我們知道 他什麼時候會指責 什麼時候會去鼓勵安慰的說話 好了 那神另外呢 對人講的鼓勵的說話 《時師記》六章十二節 耶穌的使者向基電顯現 一齊都有經文就 對他說大能勇士 耶穌與你同在 其實他不是很厲害的 他見過一時 但是他稱呼他大能勇士 耶穌與你同在 就是給他一個很好的稱呼 由路加一章二八節 天使盡是對他說 蒙大恩的女子 我問你安主和你同在了 就是用蒙大恩的女子來稱呼他 馬太二章十節 天使對他們說 不要懼怕 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 是關乎萬聞的 就是他都是 天使說不用怕不用怕 因為那些牧羊人怕 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 神都是給正面的說話 而聖經就說 唯用愛心說成實話 即是我們說成實話的時候 都是有愛心去想想那個人 他的感受 去想想我這句說話 他會怎樣呢 欣賞人 就是令人覺得舒服 其中一個就是欣賞人 《菲律比書》四章八節 《帝希盤我還有未盡的話》 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 有愛的有美名的 有什麼特行 有什麼稱讚 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 這幅圖畫很漂亮 這幅相很漂亮 你很厲害 好得 你呢 有很多好的地方 我們都可以盡量去告訴別人 欣賞人的地方 這個就是會被人有鼓勵的 成為一種習慣了 每次都是 人人有什麼好的 立刻就要欣賞他 對人說正面的話 我們一起讀一下 神看重你 我也看重你 你肯寶貴 我欣賞你的努力 我發現你的潛質 你可以成為偉大的人 這些是正面的說話 神看重你的 我也看重你的 你很寶貴的 你很重要的 我欣賞你的努力 他可能做得不夠好 我們都欣賞他的努力 我發現你有些潛質 你可以成為偉大的人 你真 你很厲害 很好 這些都是一些 就是欣賞的說話 講正面的說話 時時都是講正面的說話 那如果有人有弱點就怎樣 我們一起讀 看重他 欣賞他的強項和努力 問他想不想被提升 邀請他思想怎樣可以改善 耐性和柔和地幫助他 每一步欣賞他 如果有人有弱點的時候 都是一樣看重他的生命 還有欣賞他有強項和努力的地方 可能他有弱項又有強項 問他想不想被提升 這個提問 引導提問 這是我很想大家在輔導的時候 或者跟人溝通的時候 盡量用引導和提問 不要用一種指責 暗示他錯誤的說話 邀請他思想怎樣可以改善 即是怎樣去邀請他 譬如說 我現在很辛苦 那時候很煩 我們首先回應他的感受 然後我們都可以說 你現在很煩 你覺得辛苦嗎 他很辛苦 你想不想快點脫離 可以脫離這些 他就想 你有沒有試過什麼方法 可能他沒有試過 可能他試過失敗 那如果你問他想一下有什麼方法 那他想不到 你可以說 我給你提議好不好 那這個 為什麼用這個方法是重要的呢 因為這個是尊重他的 即是不是就這樣 一看到他不好 立刻就教他怎樣做 這個是人很容易會這樣做的 還有耐性和柔和的幫助他 即是說 有耐性慢慢一步一步去幫助他 怎樣去提升 不能夠心急的 而每一步欣賞他 那這個就是 非常重要的 幫助他怎樣去提升 那這些是提醒 未必是鼓勵性的說話 因為很多人以為 這些是鼓勵性的 一起 我讀了 你不要讀了 下次努力一點 那有些人以為 這個就是鼓勵 其實這個是提醒 你下次努力一點 你祈禱依靠神就可以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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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到溫子裡 那怎麼說是鼓勵呢 不要擔心憂慮 這句說話很多人都會說的 那這幾句說話不是錯的 不過我自己說 這個不是最鼓勵性的意思 就是不要擔心憂慮 因為這個是 吩咐他的 你放手 這個也是吩咐的 好了 那怎麼將他轉為恩典的說話呢 就是講了神的恩典來激勵他 神會幫你的 祂會幫你做得越來越好的 這個就是用神的角度 大家跟我一起說 神會幫你的 神會幫你做得越來越好的 你都會越來越進步的 那 講了神怎麼做 跟著人可以怎麼進步 這個就是個鑰匙 就是說 恩典的說話 重點就是先講了神 這個我希望大家記得 因為一會兒你會粗練 怎樣去講恩典的說話 去鼓勵一個人 不是叫他做什麼 而是講到神有什麼恩典 有什麼祝福 有什麼幫助 你祈禱依靠神就可以了 那我給大家想一想 那這句說話 可以用什麼方法 講是變為恩典的說話呢 你祈禱依靠神就可以了 大聲一點 感謝神聽討告 好 感謝神聽討告 這個說話就是 神是聽討告的 多謝神 那你的重點在哪裡呢 感謝神 神是聽討告的 他聽你祈禱的 他則以傾聽你的討告 你未祈求已經知道了 當你一祈求他 立即應運 他會祝福你的 這樣的時候 我們便可以放心祈禱 即是說講了神的恩典 然後鼓勵人去祈禱 大家認不認得到的意思 就不是你多些祈禱 很多人有時候會這樣說 你有沒有祈禱 你有沒有看聖經 你看聖經多不多 你祈禱多不多 這個呢 這個也是有作用的 因為如果那個人 接受的身份好像學生 這樣就可以的 即是他可以被提醒 但是有很多人來說 可能他未必接受 是好像學生的身份 好了 不要擔心憂慮 可以怎樣說呢 不要擔心憂慮 神知道你的需要 神會幫你 神會幫你 神知道你的需要 祂會為你開出路 你有什麼困難 祂一定會幫你 你信靠祂 祂的恩典便會來到 這個 信靠呢 那是方法 但有些人就會 將它轉成什麼呢 那你要信靠祂 這個就是一個命令式 或者是一個一定要 最好呢 用的方法就是 你信靠祂 祂就會祝福你 那時候呢 你不是一個 就是不是好像 你要 而是說 神很想祝福你 神很想幫你 你一信靠祂 祂就祝福你 這是一個方法 我用一個比喻 就是好像這樣 有人很頸渴 有人可以說 你走去那裡 走去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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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拿到水了 他就覺得我要得到水了 但 譬如有一個人 真的把水拿來 你看 我們帶了多少水來給你 你一按鍵就有水 這個按鍵就是你做的部分 但你不是 你要按鍵才有水 聽得到那個分別嗎 即是說 你要按鍵才有水 還有說 你看看水 我們帶給你 你一按鍵才有水 是不是那個語氣很不同 一個就是說 我們帶了水給你 你一按鍵才有水 就是這個有一個方法 但是呢 你要按鍵才有水 就是你要做什麼 這是一個命令式 那是不是說 不要用命令式 不是 而是 我們看情況 尤其是我們輔導 當人不太願意的時候 我們就說 你要祈禱 你要看聖經 你要信靠神 大家想一想 如果有個人經常跟你說 你要祈禱 你要以靠神 你不要擔心 你快點以靠神 凡事告訴神 你聽的時候 你一路聽下去的時候 你的感覺會是什麼 你教導的時候 是的 經常都是教導 我們都有教導的時刻 但是如果 其實人呢 如果時時都被教導的時候 他未必覺得想被 即是 即是 他的動力不是很大的 但如果我們給他恩典 就會很不同 即是 恩典的說話 譬如說 譬如說 即是 譬如人相處都很多時候 可以用恩典的說話 我知道你的需要 我很關心你 我隨時幫你的 你一找我就可以 這個是恩典的說話 譬如你說 我很關心你的 你隨時可以找我的 你記得你要打電話給我 是不是把我的語氣 是否轉了 是的 我經常都幫你的 你隨時找我都可以 你打電話給我就可以 這樣的時候 他是覺得他容易找的 但如果當日你要打電話給我 就變成一種責任 那種感覺是很不同的 聖經中有很多 吩咐的說話 聖經是有的 但聖經也有很多 恩典的說話 即是神為我們預備些什麼 而在人與人相處 因為人很多時候 未必準備好 接受人的吩咐說話 其實你自己想想都知道 如果有個人 或者你結婚 或者你家人 天天都是說 你快點煮飯 你快點洗 你今天要拖地 因為你要做什麼 你要吸塵 你吸塵才會出門 每天都是跟你這樣說 你做吧 那種感覺會是怎樣 神是否其實 神其實是給我們很多恩典 大家回去留意看 即使神 聖經裡面的 吩咐的說話 那種 那種語氣 它就不是一種 強硬的語氣 而是一種 告訴我們 如何得到恩典的方法 所以希望大家 可以看到 神的恩典去推動人 尤其當人還沒有這麼準備 的時候 我們就更加需要 用恩典的說話去推動 好了 你放手 如何用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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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都是神 神 神看著我們 是的 神看著我們的 你可以靠著祂一起做 是的 神會幫你的 神會幫你的 我們靠祂 都是我們做的 即是說多些神做的 即是神會幫你的 神已經為你開路 你放手 你靠祂一定為你開路 即是說 你講了恩典 才講到我們做什麼 講了恩典 講了恩典 然後才有一種東西 好像跟著做 是的 即是你 記住我講的說話 我隨時都想幫你 你打給我便可以 那種方法就是 你打給我便可以 即是說 那些水已經在 你一按便可以 就有水出 譬如那些人 在四圍上找充電 那些人一拆便有 就不是 你要拆住才有 這個就是 完全那個語氣 就已經變了 好了 如果要改變人 效果比較低 是左手邊的 指責控掃 效果有時 是相反的 因為呢 可能你越說他 他就越不聽 他就越反抗 越對立 還有不好的態度 效果一定是低的 還有呢 不理會對方的感覺 對方不開心 但他們不理會 只說自己想說的話 即是說不聽別人的說話 太多的指示 效果是很低的 並且可能是相反的 更有效是甚麼呢 是聆聽對方 關心對方的感受 即他有甚麼感受 回應對方的感受 關心對方的困難 從對方的角度看 引導對方去分析 引導對方去解決 亦都是講多些神的恩怜 神的恩怜 或者我願意幫你的地方 這裏所說 我們就看一看這裏 這裏就是輔導的過程 聆聽 又關心他的感受 回應他有甚麼感受 他不開心他煩惱 關心他的感受 即是他傷心 我們關心他 他現在傷心著 我回應他 我知道他在傷心著 又關心他的困難 他有甚麼困難 從對方的角度去看 即是說 我們可能覺得不困難 譬如說 他小朋友不見了10元 他就很大件事 即是假設 現在的小朋友都不覺得是 那麼 你有10元不要緊 我給你也行 即是我們可能 我們角度來說 我們覺得不太緊 但那小朋友來說 始終覺得那10元是很大的 那麼 那時候 你用他的角度去想 或者有個人失戀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 這樣的男生 這樣的女生 真的要不要也罷了 他走就偷笑 走了就偷笑 但是呢 這樣的時候 我們沒有感受到他 可能我們來說 覺得那個人 真的 撿回來也不要了 即是送給你也不要了 但是呢 那個人是覺得 他是很體重他的 我們就從他的角度去看 而引導對方去分析 和引導對方去解決 而解決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是用恩典 用恩典來推動 好了 恩典的說話和律法的說話 這幾個東西 我希望大家點上這幅圖 是非常重要的 是非常之重要 就是在輔導的時候可以用的 因為讓我們知道 恩典的說話和律法的說話的分別 恩典的說話 就是一起讀一下 神愛你 神望我都接立你 神望我都欣賞你 不要緊 你有潛質 我不計較 我可以怎樣幫助你 這幾個是非常重要的恩典的說話 因為呢 都是 第一就是神很體重你 很愛你 神和我都接立你 即是我們接立你的 我們都欣賞你 不要緊的 你有潛質 我不計較 我可以怎樣幫你 這個全部都是沒有要求的 那你說是否對人沒有要求呢 其實不是 我們是忍耐他 怎樣提升 其實要求人 你要求一個人 他會不會改呢 其實人 我們是難要求一個人 就算你要求一個教友 就算你的兒子 你的兒女 有很多父母 就是要求你要做什麼 小時候會聽話的 但慢慢慢慢 到那時候他開始就會抗拒 但是呢 如果用恩典推動 譬如跟小朋友說 你很寶貴 你很疼你 你很重要的 你將來可以成為一個偉大的人 就更加容易激勵他成長 好了 我們需要說律法說話 那怎樣說法呢 就是這幾樣 探討 探討就是說 有什麼方法解決呢 既然有這個困難 我們怎樣解決呢 一會兒我們就看著這個圖來練習 探討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呢 這個困難有什麼方法解決呢 你現在不開心煩惱 可以有什麼方法呢 引導 就是我們知道的方法 我想引導他明白這件事 或者引導他知道那個困難 你覺得 你和你丈夫之間的問題 是否存在他身上呢 你覺得 你的說話有沒有認他不開心呢 這樣 這個都是 就是正面去跟他說 就不是用一個 就是怎樣 就是沒有一個 紫桑罵懷的方法 紫桑罵懷的方法是怎樣 有些人這樣對丈夫 當然對他不好 這個方法就不是一個正面 就是當我們知道 有一個 譬如同一個人有一些困難的時候 我們是需要正面說的 不是好像 就是 包含一個意思 是一句說話 包含一個意思 就是 你又有錯 不過他又沒有說出來 其實這句說話 反而令人覺得 可以很受傷害 因為他沒有正面說出來 我們可以引導 譬如真的有一個人 有一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可以問他 你覺得這句說話怎樣 但這件事就要看關係 和那個人是否開放的 有些人是很難很難改變 但有些人呢 當我們是一個平輩 而可以 大家討論的身份的時候 是可以去引導對方的 你覺得 當我們在溝通的時候 這樣溝通是怎樣 不過最好 就是先問他 他的感覺 你有甚麼感覺 你想說出來 有甚麼 你裏面有不開心的 你可以說出來 告訴我 然後下面就是教導 有時需要教導 譬如有些人不懂得怎樣處理生命 我們需要教導 譬如探討柔和和比較強硬 譬如說 你覺得這個問題有甚麼處理方法 我們可以怎樣解決這件事 這就是一個柔和的方法 如果是比較強硬的話 就是 你這樣也想不到 你快點想想 怎樣解決 快點想想 有一種 好像吹逼他 吹逼他 譬如引導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錯 這也是引導的 你知不知道自己有錯 你知不知道我犯得罪 你得罪神 你知不知道 這也是引導 不過 他也是問他 但我們引導可以說 我們可以在這件事上 我們反省一下 我們 即是說這件事 我們有甚麼需要在神面前去反思 即是最好用於我們 即是凡是說到罪 軟弱的時候 最好用於我們的字眼 即是說我們當我們 尤其是用律法 用律法的時候 一定要想清楚才可以說 有沒有發覺很多家庭的問題 就是律法用得很隨便 即是隨便說 你沒用啊 你笨啊 你有沒有搞錯 有時不用說話 眼神一挖 已經是律法 即是這個 其實我們教 日常生活都有 教導都有柔和和強硬 柔和就是說 你這樣做就行 你這樣做就行 你幫他就行 但另一種方法就是 我想很多人教授都說 教多少都不懂 二乘三啊 二乘三幾多啊 快點說 一乘三幾多啊 二乘三幾多啊 他越講他越急 或者是 你聽了聖經這麼久 你懂不懂愛人啊 你怎樣愛人啊 你要這樣愛人 其實為甚麼會有這些說話出呢 就是因為那個人的心急 很想對方快點改 很想吹逼他改 那這個就是 我很想大家留意 在我們輔導的時候 和在個人溝通的時候 都留意這些 這些是可以造成問題的 然後另外就是 等一下 剛剛講完 分 分 OK 指責 指責都有強烈和柔和的 譬如說 你沒有愛心 你不懂得關心人 這是強烈的 那你 指責都可以這樣 我們每一個人 聽了聖經這麼多 我們知道神很愛 我們生命很寶貴 當神這麼珍惜我們生命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浪費了我們的命呢 我們有沒有浪費了我們的時間 我們在神面前反省一下 我們有沒有得罪神呢 我們有沒有走出神的計劃 我們都是 其實都是 這個我先講 有探討的成份 但也有時候會指責 例如有一個人 他一直不聽話 他一直犯罪 我會說 當你這樣犯罪的時候 你神會怎樣看呢 你這樣犯罪的時候 對你有什麼影響呢 這件事 如果再不再聽話 我就可能說 你剛剛發生的事 你覺得這件事 你需要悔改嗎 譬如我 到他不願意 我會重複重複一授 那我就可以這樣說 如果不悔改一授 這件事可以怎樣影響你呢 這其實都是指責的 不過呢 我用一個方法 都是引導他 和尊重他的思想的 定罪是什麼呢 就是 定罪就是 你沒有用的 你做不到的 你蠢的 你沒有希望的了 那麼 神是永遠不讓人希望 即是不會讓人沒有希望 神永遠不會讓人沒有希望的 他永遠讓人有希望的 就算不少信 神由你一粒戒在腫人 信心開始一粒戒在腫人 都有盼望 這樣的時候 神是被人永遠都有盼望 在什麼困難都好 多軟弱 譬如這個犯了奸人的女人 耶穌絕對可以大罵他一輪 但耶穌就說 你不要再犯罪了 他又告訴你 他的罪不赦了 你不要再犯罪了 耶穌不是一定選擇定罪 但是他和法利塞人是警告 警告其實都很強烈的 他們是有和尿 你們是有和尿 是警告 如果他們聽的時候 是可以回頭的 所以律法的說話 都有柔和和剛硬的分別 一會兒我想大家 兩個兩個去粗戀 不用粗戀剛硬那個 粗戀柔和的方法 去引導 去幫助對方 OK 好 我們再說一點 我們就會練習了 語氣 一起讀一下 針言十二章十八節 說話浮躁的魚都似人 智慧人的舌頭卻為依人的良藥 就是當人說話浮躁 很煩躁的時候 他的說話就可以刺人的 即是我們的語氣 是可以影響的 有時就是我們不耐煩 這件事是可以說 人人都會有時 就是甩漏 有時沒有留意到 咦?我的語氣這麼重了 我們就盡量說話 所以最好想清楚才說 而沒有一句謊言 有句謊言 有句謊言 這樣做人很辛苦 好 這是一句欺騙的說話 因為當人經常這樣想的時候 就說 你經常這樣做人 不是很辛苦嗎 經常想要說什麼 不要說什麼 那就很辛苦 即是他就說 那個觀念就是什麼呢 那個觀念就是 說話是應該隨意的 大家剛剛在新聞都聽到 新聞都有說到 不是自由不代表我們任何話都可以說 言論自由任何話都可以說 同樣我們基督徒之間相處都是 我們不是說我們自由任何話 而是我們都想這句說話 對人有什麼影響呢 還有有時人會覺得 哪個惡點就得勝了 就是這個心態、這個態度 這是一個謊言 而學習耶穌的柔和謙卑 耶穌說我心裡柔和謙卑 而在真言十五章一節 就是回答柔和小路消退 如果言語暴雷的 觸動怒氣 越暴雷 其實很多父母教兒子 都是很容易傾向發脾氣的 我也試過有些媽媽找我 她說你不如幫幫我兒子 好吧 約她兒子出來 但她打給兒子的時候 語氣就很猛 有沒有搞錯 牧師見你都不見 我就跟她說 你這樣的時候 她更加不想見 但她是不知道的 有很多人都會有這個情況 針言二五章十五節一起讀 恆常忍耐可以勸動君和 由我的舌頭能截斷骨頭 就是說能夠忍耐和柔和的時候 那個效果是更加好的 表情 除了語氣 表情也是 我的敵人 露目看我 原來那個表情 都可以影響個人 所以我們都試試盡量 多些微笑 輕鬆一點的人 表情是輕鬆一點 這些都是影響我們整個人的 行動 即是說到幾方面 行動 譬如可以扭耳 或者有時 寧願不看個人 避開他 看著門口 看著手錶 現在沒有人手錶 都有 我已經沒有手錶很久了 我有手錶 不是 我有手錶 藏在那裡 不用看時間 不是 這裡 這裡看 因為不喜歡他 孤兒的手 即是說 這個動作 當我們一路見人 一路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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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候 那時候說 你是不是趕著走 這樣 我們的動作 都是影響我們跟人的溝通 留意到這些事的時候 我們去輔導的時候 如何去聆聽回應 我們不如試試 最好就是怎樣 找個人出來試試 一個方法就是 我做問那個先 然後 如果有人願意 就可以一會出來做問 有一個是被輔導的 我做 我們要討論那個 然後大家一起去聽 都是一個練習的機會 OK 我們一起討報 我們求主 給我們這個柔和的心 去明白 人的感受 和我們怎樣是智慧 聖經裡面 拿單先知 去見大衛的時候 他是不是見到大衛 就破口大馬呢 他不是 他想引導大衛闊過的時候 他是用一個比喻 用一個柔和的方法 我也都知道 他說這個比喻的時候 他一定不是粗 很大聲的語氣 而是很柔和的聲音 跟他說的 主耶穌我們來到你面前 求主耶穌祝福我們 祝福我們 祝福我們的生命 幫助我們 裡面是練習人 接納人 雖然人有軟弱 人的靈性有軟弱 人的情緒有軟弱 人的各方面 能夠用一個柔和的心態 用柔和的言語 不帶著一些刺 沒有帶著一些刺 來刺人的 而是怎樣用正面的說話 去引導對方去成長 去祝福對方 讓對方也感受到舒服 平安 求主與我們一起 賜給我們聰明智慧 怎樣跟人相處 這是對方的 對於我們的生命和侍奉 都是非常重要的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感謝天父